这是我见过最刺激的选费方式 国王命人搬来一套模具 只有身材比例通过的公主 才能进入下一环节 经过千层选拔 最终确定了三位候选人 他们分别是来自巴索拉的甜心公主翠花 埃及的蛇蝎美人金吉拉 以及伊斯坦公主王二鸭 三位公主无论是身材还是容貌 都是一等一的角色美人 但这也让国王犯了难 为了挑选出最好的一位 国王让智者出题考验三位公主 经过新一轮的选拔 公主们都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国王对三人的答案都很满意 但光有智慧还不够 当王妃还需要勇气 于是国王命人搬来一张桌子 接着在上面放三只酒杯 三只酒杯灌满美酒后 国王表示三个杯子之中 有一杯含有剧毒 若你们想要继续竞选王妃 就必须选择一杯饮下 为了让所有人相信酒中有毒 国王命令手下押来三个死刑犯 当场命令他们饮下美酒 其中一个刚刚饮下 立马就倒地不起 小甜心直接被吓得花容失色 为了防止公主们窥视 国王命令手下遮住公主们的双眼 接着在酒杯中倒满美酒 交换位置后 才让公主们选择一杯 看到有人中毒身亡后 埃及美人立马就胆怯了 第一个选择退出竞选 国王也没有怪罪他 很自然地就放他回去休息 国王再次询问是否有人退出时 小甜心虽然已想退出 但又不甘心让二鸭上位 于是率先出击端起一杯美酒 但他还是害怕得要死 于是耍心眼让二鸭先选 二鸭没有端鱼的动作 走到桌前直接端起一杯饮下 幸运的是这一杯没有毒 轮到小甜心二选一时 他当场就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国王为了再次测试二鸭的勇气 让他再选一杯饮下 没想到二鸭依旧果断饮下 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二鸭竟然端起了第三杯 他的初恋情人当场就吓坏了 饮下第三杯美酒后 二鸭依然没事 就在大家疑惑之时 二鸭给出了答案 原来他早知道国王是一位民军 他不仅有过人的勇气 还拥有无双的智慧 立马就将二鸭侧封为王后 但让国王没想到的是 不久之后 二鸭将会给他戴绿帽 刚刚被侧封的王后胆子有多大 不仅布料穿得少 而且还当着国王的面 用舞蹈向初恋情人表达爱意 国王虽然看出了二鸭的小动作 但也没有为难他 没想到的是 他私下里还派人通知初恋见面 很快雷诺就见到了二鸭 两人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但你浓我浓的场景 找到国王 偷偷将二鸭偷新的是曝光 很快二鸭和雷诺就被当场抓住 国王掩面扫地 质问二鸭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二鸭丝毫不惧怕国王 表示自己所爱之人是雷诺 原来就在七天前 二鸭的宋亲队伍遭到土匪埋伏 结果就只有一个侍女逃出 昏迷在半路之时 正好被巡逻的骑士雷诺救下 但此时的侍女已经奄奄一息 为了救回自家公主 拼尽最后一口气 祈求雷诺救人 才刚刚说出公主被劫的位置 侍女就彻底告别了雷诺 这时属下看出了雷诺的心思 还上前劝说雷诺不要答应侍女的请求 但雷诺是一个正义之人 随即下令出发救人 凭借多年的经验 雷诺很快追赶上了土匪 在一番大战之下 土匪们不是骑兵的对手 死伤过半后 还是带着公主回到山寨 雷诺赶到这里之时 发现这里一手难攻 如果强行攻打 自己的部队也会伤亡惨重 为了救出公主 雷诺只身一人山上救人 见到土匪头子后 雷诺提出用500斤救人 但土匪却狮子大开口要3000斤 雷诺显然不想给 但土匪头子声称公主值这个价 还亲自带雷诺进洞看人 没想到公主实在太美了 一下子就迷住了雷诺 与土匪头子交易完毕后 雷诺就带着公主上路 夜晚的时候 公主树下赏月 雷诺看见后很快来到公主身旁 公主对雷诺的印象非常好 两人还了解了过往 没想到就在这一晚 雷诺还主动向雷诺提出私奔 但碍于身份的特殊性 雷诺只好委婉拒绝 三天后 公主就抵达了目的地 上船之时 她再次提出让雷诺带她走 但雷诺并没有回应 没有办法 公主只能不舍得登上了船只 看着远去的公主 雷诺才发现自己错了 为了再看二鸭一眼 雷诺利用特使的身份 很快面见了国王 并目睹了选妃活动 二鸭成为王妃后 雷诺虽然难过 但二鸭却一直惦记着她 并私下里会面了雷诺 不巧的是刚好被国王抓住 国王颜面扫地 一气之下直接将二鸭处死 梅艳公主被国王赐死 不过赐死之前 必须受百颠之刑 雷诺为了不让二鸭受苦 在法场上提出替二鸭受刑 国王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答应了雷诺的请求 看着雷诺替身受苦 二鸭也是心痛的不忍直视 百颠之后 雷诺最终还是晕倒了过去 就在二鸭即将被处死之际 一个乞丐突然来到刑场抓起二鸭 并要求国王把王妃刺 给他们享乐一晚 因为根据当地的法律 乞丐有权 享用女行刑犯一晚的权利 很快二鸭就被乞丐们掳走 不过夜晚的时候 他们却被伤中的雷诺拦下 雷诺为了救下心爱的女人 她不再畏缩 果断带着二鸭逃跑 但由于受伤太严重 他们只能停下脚步休息 就在他们小些一会之时 唯一的水袋就被莫名射漏 失去水源后 外加雷诺伤势严重 很快他们就走不动了 雷诺也因伤口发炎 晕倒在路上 公主为了给雷诺找医生 很快就来到了城市边缘 在水塘边饮下一口水后 抬头瞬间却看见了国王阿卜德 但公主态度依然坚毅 表示自己宁愿死也不会回去 国王并没有多说什么 扔下一袋金子后便转身回去 得到一袋金子的二鸭 很快再次拖着雷诺进城 来到城市后 二鸭连忙找到当地的老村长 并将所有的金子交给他 希望他能救治雷诺 但村长却拒绝了二鸭 并给二鸭指了一个方向 原来这一切都是国王安排的 目的就是让他自愿回去 走投无路的二鸭 不忍心爱之人死去 他放下了尊严 哭求国王救治好雷诺 并答应今后不再与雷诺相见 雷诺被救醒时 二鸭却给他做了最后的道别 很快雷诺就被遣送回到了自己国家 另一边 小甜心听说二鸭回来了 并得到了国王的原谅 再次成为了王妃 心情十分不爽的小甜心 为了得到母仪天下的位置 他私下里约见了野心十足的王爷 并答应做内影 如果宫变成功 王妃的位置就非他莫属 很快在小甜心的安排下 王爷培养了死士就潜入了王宫 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了很多守卫 幸好国王的贴身侍卫及时发现 才让国王有了逃跑的准备 不过在逃跑的过程中 二鸭的马匹受惊不慎掉于其中 二鸭醒来之时 却躺在了茅草堆上 原来是被好心人给救下了 但他不敢多逗留 为了相救国王 二鸭骑马赶到雷诺的地盘 见到雷诺后 直接请求他出兵援救国王 雷诺是个重情义的人 听到二鸭的话后 直接出兵援救 好在国王离他不远 雷诺赶到的时候 正好遇见国王军与叛军的厮杀 雷诺没有顾忌什么 冲上去就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并英勇地斩下了王爷的头颅 立下大功后 国王不计前嫌 不仅赏赐了雷诺 还主动让出了二鸭 让雷诺与二鸭有情人终成眷属